5月5日2021年早上的8點43分 紐約時間是中午的11點43分 這個用很短的時間 晨早一分鐘 一般都會講兩分鐘的 講一下事況 先講一下這個 今天的大事先 其實我一邊是自己看 一邊都分享了 那當然就會講完那個 我的觀感 導言斯指數今天做34263.74 暫時升了130點 現時是高位 所以來講 現時34263.74是最高的位 那相對於34256來說 導言斯指數又是在破高位上 換句話說 美國市還沒有回落的跡象 即是工業股 那但是呢 S&P 500 就有些不同的 所以看看S&P 500 S&P 500已經開始掉頭回落的 是一個圓頂來的 所以這裡來講 大家要小心 S&P 500 S&P 500是184.38 所以有一個三大指數裡面 S&P 500開始下跌 OK 雖然導指有少少少少 還是偏高 好 納斯達克那邊 那邊就已經 就是圓頂之餘 是回落的了 所以未來一兩天 納斯達克指數 或者IT股 是會繼續回落的 也都因為這樣 那一間小弟 會將聯合航空 就會賣出的了 OK 然後再另外再 開始再看一下 其他股票 那幾大股笑 講完 香港人生指數 大家都看到了 收市就是 28,417 跌了139點 香港人生指數 但是就是 以那個圖的走勢來講 它是屬於低位 即是 它是走到低位 OK 而它這個 在現階段來講 就是 它是在沉底 是未完成的沉底 那個行徑的action OK 即是還未找到最低位 大家理解了 OK 那麼 在台灣的兩隻龍頭大股 就是 IT龍頭大股 就是台積電 台積電 也是好像納斯達克一樣 現在就是 向下的跡象 大家也要小心 現在是585元 OK 那另外一隻聯電 2303 OK 都是這樣的勢頭 OK 那變成了 所以說 好了 這個每天 還有1、2分鐘 在我周圍看市況的時候 順便馬上說 希望大家分享 如果覺得有幫助 就轉發給其他朋友 多謝